好 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台股涨到这边 因为台积电缴出好营收 却没有办法继续往上攻 不少人的心中产生了一个问号 即使在上一段的节目告诉大家 利空不迭已经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外资会把空单所谓布得如此之高呢 如果从大户的筹码来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那十月营收结出来会发现 有的人超厉害 例如神达有没有立刻一根涨停反上去 但有的人看起来也不差 却是吃到一根跌停板 好 这其中的玄机该如何解读 今天三位来宾来慢慢帮大家分享 好 第一位是股市施工有年老师 施工今天真的完全是一个受暖的角色 他提醒大家台积电虽然缴出这么好的成绩却不涨 其实之后他认为台股市会还台积电一个公道的 等一下会把理由告诉大家 另外施工今天做足了功课 十月营收来做一个总体检 好 大家看到神达因为年增超过100% 所以直接涨停板 可是也有人 诶 明明年增率很高 却直接向下贯跌停 施工说 你要怎么抓到这些十月营收的节奏 谁是委屈低估鼓 等一下一并做扫描了 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奇权王子张灵中 中哥 奇权王子来当然要解读外资控单筹码了 很多人说 诶 这不就跟八月份一模模一样样吗 台股慢慢的涨到较高的水位 较高的点数 却发现空单密布之后来一个数千点的重挫 这一次有可能这样演吗 中哥的心里面有剧本了 另外他也是建议大家要稍微懂得避风 那避风感在哪里呢 低本一笔的股票加上美债 他觉得买进时间到 等一下跟大家做分享了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筹码专家全震小哥 好 哥今天来会提醒大家 有一个族群筹码已经变得非常好 就是航运股 不管是散装或是货柜 他看到大户是长期的进驻 所以买盘是很稳定的 另外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 重电绿能全部躺在那儿 好 哥今天送暖来了 他告诉您说 这些公司都已经符合抢地板股的要件 等一下完整教学 如果您手上有 记得来短做反弹 抢一波钱财 好 首先有请尤年老师 好 台积电 好 真的是委屈到不行了 对啊 他比这个历史新高还多赚了500亿 是 今天不涨 对 今天不涨 可是也没跌啦 好 会不会 对 之后谁来还他一个公道呢 好 那十月营收已经全出炉了 到底谁有机会像升大一样 忽然就跟你一根掌停摆 真是 我们大家都希望知道说 哪一个会是下一档升大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那么其实这个大盘看一下 其实选举完就是一个大利多了 因为这个以美国股市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股市先不要讲 我们以美国股市来讲 大选后一年呢 美国股市上涨机会非常高 尤其是第一年跟第三年 大概选后的第一年跟第三年 都涨幅的机率 上涨的机会都比较大 其实在过去在选后呢 真正有在整理的 大概只剩下废半 有稍微的整理一下 而且他没有创新高 其他三大指数都一直在创新高了 那挥达呢 他的表现是比较稍微收敛一点 台积电ADR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开高走低 结果收在平盘 那很令人失望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在我们录影的时候的盘后交易 盘后的电子盘 那他这个也是跌的 大概跌了1%多 那Tesla跟川普的媒体当然就不用讲了 好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F4 今天F4就是两好两坏球 OK 台积电跟广达走势比较弱 鸿海人跟联发科走势比较强 好 重点在这里 那今天呢 这个涨势比较凌厉的股票呢 第一个就是神达 那神达那等一下我们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为什么会涨得这么凶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金城 金城不是金城银行 是银建股的金城 好 银建股的金城 银建股的金城呢 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它因为大家想说 不是有这个 现贷啊 什么东西 不是有第七波的打房啊 打草房啊 那为什么它们还会涨呢 其实因为现在的营收 它们现在的营收 入账的营收 跟这个现在的营收 是还没有关系的 没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们的表现 银建股大部分的表现还会不错 可是到了明年以后呢 那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到处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出来了 好 那台积电呢 我们之前讲了 就是最近选前选后 各两个杂音 加起来有四个杂音 对不对 那么这四个杂音呢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第一个呢 就是华为使用台积电的晶片 这个反正就是旧文虫草了嘛 我之前也讲过了 那另外一个呢 川普指控台积电窃取 美国的晶片的业绩 这个是提高保护费的 它目的在这里 不是 它的目标不是台积电 我会再跟大家讲 它目标不是台积电 那另外呢 就是彭博认为台积电的营收 这个年增率减退 这个不到30% 因为呢 789三个月 它的年增率都是30% 可是呢 10月只剩下29%点多 他就说不好 那为什么不好 因为去年10月基金很高嘛 这个我们等一下有跟大家讲 那美国呢 那禁售台积电的7奈米以下 金配给中国 刚才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讲了 它的影响率呢 大概其实只有3%而已 那并不会出现很大的这个 好 那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台美的股市都一样 在选后第一年跟第三年的表现 是比较好的 像是这个台湾来讲的话 平均呢 在选后第一年 你看涨幅是24.39% 选后第三年是10.73% 那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美国股市呢 在第一年 它平均的涨幅是17.19% 那这个中位数是23点 第三年12.9% 然后呢中位数是11.5% 为什么会第一年跟第三年 为什么不是第二年第四年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们在这个所有的利多 都会发布在第三年 从第三年开始发布 发布利多 政策的利多 然后呢 到了选后 到选举的那一年 它开始发酵 开始发酵 也是为了选举暖身 就下一次的选举暖身 没有错 我们现在看就是回归基本面 我们看一下它的营收 就10月份的营收呢 是年增月增的股票 那大多数今天的表现都不错 代表作就是神达 神达呢 它10月份营收年增率是 百分之149点多 上去百分之150 四十五入百分之150 今天不啰嗦 直接拉一根涨停板 而且它今天涨停板 其实很漂亮 它的走势是相当漂亮的 因为这个图比较短 可能要跟前面去对比一下 对对对 而且呢 你注意看 它今天的量是急缩的 是 因为急缩然后拉到涨停 那表示它筹码已经变得非常稳定 锁住买不到 对对对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一部分是机油股 就是年增月增的 那这一些呢 我们都 这个都不用讲 这一支比较例外 好 乔珊 怎么突然杀迭廷呢 好 那乔珊呢 还有一个巨大 中概股 他们是 对 他们算是运动类型的股票 运动类型股票 因为呢 要进入冬天了 是 所以现在开始呢 是这个运动类型的股票的淡季 可是应该会去健身房吧 这个 我跟你说 连健身房的人都会变得比较少 我没想过 这个你没有想过 对不对 我没想过 因为我是有健身房的 是 那么我们这个预约制的 它有额满的 是 它有额满的 OK好 那么在这个春天结束 进入夏天了以后 对 进入夏天 大概是每年的五月开始 是 一直到差不多九月 对 那个你要去预约 真的预约不到 是 跟那个抢那个周杰伦的门票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真的差不多 就是在那边 哇 要那边一直点一直点 一直要抢 你给他三十万 他会让你进去的 对 那就没什么问题 那就很难抢 可是到十月以后 就很好抢 是 所以健身房人也是会少的 OK好 所以大家就会冬天 大家都 尤其在北半球 在那个温带以上的 这些纬度 那么大家都很冷 所以运动的人口 台湾可能还 大家还觉得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可是你到什么欧洲 美国 北美地区 大家就会觉得有差 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个股来讲的话 陈明电 那陈明电这日线图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这边 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 这只股票呢 他是走波段 然后呢 就盘休息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 然后看 我们看一下 他在今天呢 他是出量 然后呢 把这两根黑棒 把它吃掉 那么重点在这边 就是说 他在拉 他在上礼拜四 留了上影线 拉回来的时候 成交量放大 看起来呢 好像有在出货的样子 事实上呢 到礼拜五的时候 也是一根长黑 让你感觉 他真的在出货 可是今天呢 不啰嗦 带亮一根长虹 就把这根上影线 几乎吃掉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用技术面来看的话 他如果能够 再量说 占上173块的话 那这只股票呢 理论上来讲 应该有机会 再走一个波段的反弹 那再过来我们看群联 群联就比较弱 群联弱了 他第三季的毛利率下滑了 那法人就先落跑了 而且十月营收也不好 对 年月双减 所以你看 法人的动作 还是比较快的 他十月份以来 就开始就在卖股票 卖了3653张 那十月份的营收 年减27.9% 那今年累计 一到十月 还是年增33% 表示什么 表示呢 他上半年后 上半年其实记忆体有一波 对 他现在一直往下掉 而且呢 第四季的营运呢 大概现在预估 是跟第三季差不多 好 那就表示怎么样 他会年减 双位数以上的衰退 可是股价最高785 再往下探 几乎快要腰斩了 对 对 没有错 今天已经到了438块了 可是呢 你看我们看一下技术面 这边呢 做了一个头肩顶 是 做了一个头肩顶 他现在把颈线跌破掉了 所以要注意的是什么 他要赶快 要连滚带爬的 赶快站回半年线 好 这个 这条灰色的线 是两年线 他赶快站回两年线 那如果呢 三个礼拜站不回去的话 那就很辛苦了 好 可能要等群联再开一次法说 因为上一次的法说 他自己就有提到了 对 中国大陆的杀价竞争 他非常的诚实 他非常的诚实 而且呢 最主要是怎么样 因为那个长单没有看到 那现在来的大部分都是短单 那极单 所以基本面上来讲 比较没有这么稳定 好 然后呢 我们看 10月份营收 其实表现是相当好的 可是它的股价的位阶呢 看起来有点 这个大家这样觉得 有点委屈了 像是美食跟宝瑞 那是在这个生技股的 那当然宝瑞跟迅心呢 他们的这个第三季的财报还没有出来 那可是呢 这两档股票 我是觉得可以值得注意 那当然另外乙胜啊 还有金测 都是表现 蓬城都是表现不错的 尤其是呢 你可以看 金测的 它的第三季的EPS年增率 是百分之八百八十四 那另外乙胜的年增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 那乙胜呢 它是比较 是比较委屈一点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而且乙胜蛮纯的特斯拉 对啊 对啊 所以应该会好嘛 像美食 这一档股票 其实在生技股里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基本面 其实相当的稳定的一档股票 那它这个最主要是在哪里呢 血癌的药 这个 他们这个名称 我们这个 实在念不出来 所以就把它省略掉了 那血癌的药呢 它出货还是持续成长 预计 今年会比会成长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因为它这家 这家厂是什么 它是P4的学名药厂 它这个等级的学名药厂 它是在做什么事 它要找那种原厂的专利漏洞 它找它的漏洞出来以后 然后它开始做这个 这个学名药 然后呢 它会说 你这原厂的专利没有效 所以呢 我可以刮分市场 OK好 那在 所以它这一点呢 它做得非常成功 那十月份开始呢 外资是买超六千三百九十六张 那而且呢 它在上礼拜五 它已经占上了半年线 那今天呢 手稳 如果能够再手稳两天的话 大概就有机会呢 再往上走一波了 好美食 获利是不错 不过它年初就是跟年底 对 获利的预估有落差 有落差 所以它之前就先跌下来了 所以投信对它就会有一点摇摆 对 没有错 那另外呢 就是金册了 那以金册来讲的话 其实呢 它的我们是用月线来看 月线 因为它高点在这么贵 对 我为什么用月线呢 因为你如果用日线看的话 你会觉得它 哇 它已经涨很多了 因为涨四个月了 可是你从月线看的话 它其实根本没有涨什么 对 它只是一个呢 长期的底部成型了 那现在呢 唯一欠缺就是 就是这边有成交量 有大量套牢区 是 所以投资朋友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它在这个图 在挑战这个大量套牢区的过程之中 可能会有一些震荡的走势出现 不过呢 技术面上 基本面上来讲的话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那八月份开始呢 法人也买超了3840张 所以这只股票呢 还是可以注意一下 好 再过来就是乙胜KY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 宏家军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你看 它的基本面不错啊 应该要动了吧 对不起 它一盘就是16年 红海就是这个样子 是 OK 好 那么乙胜呢 它是 这是它概念股 应该要涨啊 别人都已经涨了一段了 对不对 在过去这已经涨了一段 可是它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周线图 它上个礼拜 还留了很长的上影线 不过呢 技术面上来讲 它今天收的还算不错 它今天收的不错 它只要呢 能够站上前一波的高点 大概是在74块半左右 如果能够站稳的话 这边一个WD就成型了 然后就有机会呢 来挑战前一波的高点 所以这只股票 基本面上没有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题材 就是低轨威星 是 它在今年的成长率是100% 那估计呢 它的占比 营收占比应该可以接近一成了 所以它现在有两个题材 一个低轨卫星 一个是Tesla概念股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应该要涨吧 它是跟马尤勇 就是跟马斯克很相关联的 不过因为它的场 有很大在墨西哥 是 墨西哥又跟川普这个 政策上可能有点大 比较有点抵触 可是呢 还好的是就是说 幸好它有马斯克 对 没有错 对 它有马斯克做靠山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机会的 好 所以就是我们看这个一消一涨之下 液晶能不能进来 是的 没错 非常谢谢永远老师 谢谢